夏季,大熱天 跟老鐵們聊聊 重點的大阪蔥管理 很要緊 它怕鹽了,怕悶了 上次我講過的 就是小瓶琴的管理 像這個季節,缺八九 特別熱的夏天 一定要在摘印網底下過 摘印網更密一點 也不要太細 因為這個大阪蔥生長得很緩慢 有這樣一個樁 一個圖,我們養好辛辛苦苦 30年左右 梅蘆公說稍微錯點事情 不捨得的 都是矮爸的矮老樁 一面水不要噴 它怕的就是潮濕,悶熱 它要乾爽 跟黑松兩樣的 黑松你灑水啊,降降溫都可以 大阪蔥因為它密度 密度大 這個網眼一般是用到六 六針 很多朋友在家裡自己 養的大熱片拿到室內可以嗎 不要經常放在室內 要中午一段時間,沒有條件的話 時間上可以允許的話 你把它拿掉 在太陽底下移掉 不要在室內也好,只要閉光就可以 在室內也可以 不能經常在室內,晚上要拿出來 吃吃露水啊什麼 那就是更好的 最好是空氣好一點 流通空氣好一點 速度低一點 它怕的就是悶熱 高溫悶熱 太陽 最容易說事情 到時候全部悶掉 上面膠毛 這種大阪蔥的話 你像現在膠水的話 之前您說過的是表層土膠水 花白膠水還是說 像黑松一樣 花白膠水 乾出來膠水 不要太吵 因為它怕吵似的 五針松,我重點講一下 日本人講五針松 講大阪松 五針松也是大阪松 大阪松也是大阪松 我們中國人分的 大阪松是大阪松 五針松是五針松 那麽就是以太陽來論 說法 五針松不怕曬 我們的五針松全部在外面 你看這個都是五針松 五針松不怕曬,咱們曬好了 跟黑松一樣 不要客氣 大阪松要避免 你看這個五針松 一曬一好 一曬一健康 那這種天 根本不要去管它 只要水跟上就是 時間關係就到這裏 改天再探討